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人会一天比一天强大 总有一天会取得成功 就是那种凡事都善于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的人 生活中难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总会有很多后悔和遗憾 当我们非常失落又无处宣泄时 很多人便开始怨天尤人 面老天爷不开业 面他人没有被自己做些什么 却不能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 这不仅是一种悲哀 也是一种愚蠢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是把责任推系给环境和别人 还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 曾经有人问一家知名公司的高管 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这位高管说 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 只是二十年来 每天坚持写工作笔记 反思自己的工作存在哪些不足 日日如此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生活中有一类人 他们在不经意间一天比一天强大 一天比一天成功 这种人身上往往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善于反省自省 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抱怨 对面的太太很懒惰 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 看 她晾在外院子里的衣服 总是有斑点 我真的不知道 她怎么连洗衣服都洗成那个样子 直到有一天 有个明察秋好的朋友到她家 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不干净 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 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子擦掉 说 看 这不就干净了吗 原来是自己家的窗户脏了 孟子云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事情做不成功 遇到了挫折和困难 或者人际关系出得不好 不要怨天尤人 而要反攻自省 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是一种内心的自省 是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些 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 古人云 小人无措 君子常过 一个人如果遇到问题后 不懂得反思自己 就永远不会有进步 曾国藩有个弟弟 叫曾国华 是几个兄弟中资质最好的一个 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很坎坷 考秀才屡市不低 无奈这下花钱捐了国子尖尖生 本以为这样 可以越过秀才一级 直接参加取人考试 没想到依旧名落孙山 得知自己落榜后 曾国华开始不停地抱怨 怪老天没给自己好运气 怪老婆太柔弱 管不住自己 没有约束她好好读书 曾国藩知道后很生气 给曾国华写了一封信 批评她 牢骚太多 性情太懒 曾国藩认为 一个人不能总把自己的失败 归结为别人的过错 曾国藩考秀才时 也屡屡落榜 但她丝毫没有抱怨 而是把自己过往的文章 和谋犯试卷反复对比 总结反思自己插在那儿 到她第七次考试 终于考上了秀才 若者抱怨 强者自信 经常反省自己的人 看到自己的局限 弥补自己的不足 她最终能到达的地方 一定更辽阔 日拱一族无有劲 公布堂军中入海 当你坚持实施自己 就会一天比一天进步 意大利有个名画家 她在画人物时 有个特殊的癖好 只怀一只眼睛 有人不解 问她为什么 她说 人性的弱点之一 就是双眼都习惯看向外界 所以我们要用一只眼看世界 留另一只眼来审视自己 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 其实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经常反省自己 是一个成熟的人的必修课 常自行方能常清醒 诗人逢制的一生 就是自省的一生 鲁迅盛在冯志是中国最杰出的数情诗人 金献林说他的诗 形神俱真绝妙 但冯志在自传里说 三十年代 我否定过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 我否定过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 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 到底该肯定什么 否定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 有些清醒 才明白 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没有自省 就没有超越 自省其实就是在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提醒自己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需要提升 柏拉图说 内省是做人的责任 没有内省能力的人 不会是个成功的人 很赞同一句话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反省提前几十年 便有一半的人 可能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 优秀的人都有个共性 就是自省能力很强 滴滴创始人成为刚创业的时候 有一天 他信心满满拿着自己的策划 给好友王兴看 王兴看了一遍 眼皮都没抬 冷冷说了两个字 垃圾 成为失落地离开了 过后 王兴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分 就给成为打电话道歉 谁是电话刚打通 他还没开口 成为就说 我想了一路 终于琢磨明白 这份作画哪里垃圾了 我觉得不是这个创意垃圾 而是我做得太垃圾了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完善 王兴很诧异 你没生气 成为说 没有啊 我就是一直在琢磨 到底哪儿垃圾 琢磨了一路 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 经过这件事情 王兴更加欣赏成为了 但凡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看似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这就是自我解剖 需要极大勇气和魄力 只有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才敢于正视自己缺陷 越优秀的人 越善于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这不仅是一种胸怀 更是一种智慧 苏格拉底说过 没有经过反省的生命 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的不足越来越多 想要改善自己的意愿 越来越强烈 这时候的你 已经开始优于过去的你 也比过去的你更强大 最后 我们一起做一课实验 将一束光头到墙上 然后把你的手伸到光源前面 墙上就会出现你手掌的影子 这时候 如果你想要变换影子的形状 你能直接在墙上操作吗 显然不能 除非改变你的手势 人生在世 要面对两个个体 一个是外部的 一个是自己的 我们无法决定外部的事情 但可以学会从自身找原因 古兰金云 扇不过来 我就过去 越善于从自身找原因的人 越容易走出人生困局 愿你我能常自省 勤自灭 不断提升自我 做更好的自己 遇见最好的生活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 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